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各位唯心贤士同修 我们合掌功练开经济 《易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请习诸妙法 愿此功德皆回向 南无鬼谷先知王臣老祖 各位唯心贤士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节安心真经 安心真经 是由外而内 我们内不安一定是由外来的因素 造成我们不安 比如我们做生意 很认真做 为什么做不好 那是外来的因素 外来不是只有说别人不下订单 工作不给我们做 不是这样而已 而是内在我们的思维 心态 非常重要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很久了 他在做铁工厂加工 原来生意很好 他的老婆 往生之后生意 开始全部停了 他就来请教王产老祖 开始 为什么他老婆往生了 之后 所有的生意全部都停了 停了已经将近半年了 也没有夺罪人 罪人都不错 我说 很简单 人家 客人家里不必要 做个工程 当然就不找你 但是他出去看 到处都在修照 连台风来了 他以为这下台风来了 他的生意会很好 也没有 他就去紧张 就来请教王产老祖 老祖开始说 你要了解 你原来你老婆还在 他每天在诵经 在回向给所有君女 有生意来往的朋友 回向诸佛菩萨 加持 他们家家户户生意 兴隆 数月顺利 和家平安都赚钱 每天都这样 老祖叫他的太太 每天把名单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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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写起来 送经回向给他们 一个一个一天 送一部经 你就回向一位 每天都这么做 老公 认真做他的铁工 生意去帮人忙 太太在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宝贵 等到太太往生了之后 工厂全部停了 才发现错了 所以 他在台军老祖忏悔 老祖忏悔 对不起啦 我以前都对我太太 妄语批评 说你那样的经 你工作不做就 有钱可以赚哦 就是妄语批评 哦 妄语批评 老婆走了 他也不知道 不知所措了 他说你到老婆的灵前 烧香跟老婆 忏悔 说你以前对老婆 常常妄语批评 你现在忏悔 他愿意接续下来 按照这样诵经 来回向给有缘的朋友们 然后呢 他就开始按照原来 按照老婆的 他原来所送经的方式去做 生意就渐渐渐渐又回流了 才到前博士 滚了 说师父啊 哎呀 我不知道 我们的法文这么好 这么殊胜 以前我都不以为然 也一直说 疏忽是外道 疏忽是迷信 要做才有生意啊 不做哪里来生意 我说你只知道外面 你不知道里面 你不知道诵经 里面的真实意 诵经 念经回向 第一 祈祷 诸佛菩萨 荣天护法 加持灌顶 让你广洁 善缘 第二 你念经的功德 回向给祖先 回向给祖先 因为祖先是你的生意的守护神 指导神 因为一般人 大部分 都不理解 我们做生意 都是要靠祖先来的 修 大帮忙的 所以你要 送经给祖先 这一个资粮 祖先帮你去找生意来 也要有资粮 所以 第二 第三 你诵经 会解冤事结 你要到那里做生意 一定有很多你的冤亲在主 你要仰仗福利 解冤事结 第三 第四 你做工作的 你的客户 你要用诵经的功德 与他们结好缘 回向给他们的祖先 结好缘 然后第五 你给当地的工厂侠内的 结十方缘 一发开五月 结果自然成 所以诵经 回向是有很深的 很理性的智慧 不是一般说 我用忽灵 忽垂船 忽那响 怎么就好 那骗人的 只有从自己用心开始 由内开始 平时要修口头 那时间一到 你自然福报 就会来了啦 各位卫星闲事 王产老族要我们修口 修心 和养灵 苦不修 心绝对不安 灵也不会安 所以修口修心养灵 这是本为新圣教 王产老族 时时教我们 要修口修心养灵 曾经有信徒 来问我 那书啊 你的 法文 已经是外道 风水是外道 我说什么是外道 什么是内道 我们所修的佛法 才是正道 我说胡说八道 你不懂 你知道什么叫佛法呢 所以我们修口一定要修 不懂 不懂的话 你不要乱讲 你一讲 人家一问 我 亚口无言 所以这位信徒 他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你没有错 这是一般人的习惯 你修到什么 你认为你是 那最好 所以难免你会说 哎呀 我要再讲我外道 他又问我 你有没有三宝 佛法 生事三宝 佛教所开始的 佛法 生事三宝 我一经圣教所开始的三宝 一经风水如书道 是三宝 一经风水 还有宗教 是三宝 那你能够 把这个三宝 你讲给我听吗 我说我讲给你听 可以啊 你新进入门来 学习义经 我说你家里门前 那一栋人家的纪念馆 那么大的纪念馆 一压下来 你也给 你当我给刑不灵啊 他家里就是一个 一个纪念馆 很大的纪念馆 他呢 家文就在这里 纪念馆这个三角 这角处干 这是火星 火星来克 岛地火星来克 老品会 雪光之灾 哇 你这个 皇上就是风水嘛 你家里我有去过 经过 我说这一户的人 很厉害 能够住得下来 原来是你哦 是啊 我认为那个房子盖很漂亮 应该没有问题 是你想的 那你就是外道 内道 后来他自己说 哎呀 叔父 对不起了 我胡说八道 我知道你现在有困难要找我 所以你会说你胡说八道 所以啊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自己不懂得 讲那些造一些口业 后来呢 郑月先生 一直在那边纠缠了很久 纠缠了将近半个小时 我说我不跟你讲啊 你骂我这种风水是外道 结果你说外道 又是邪道 结果呢 你的困难需要外道和邪道来解决 那你上了古圣先贤 你的口业上了古得圣人 所以我没有这个义务 全力来告诉你 你去向老祖跪着 叫杯 开始呢 他就去我们大殿 跪着在那边求老祖 保杯 我说我们的修口要很小心 你讲一讲到说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 谁也救不了 你回去 再过几天再来 很诚心的来 和你的老婆一起来 求老祖 你现在你这么没有人可以救你啊 他回去了 过了几天 我有再问世又来了 跟老婆来 才向老祖懺悔 他老婆说 我的老公就是这样 讲话都不失手 都乱讲 他去了学了一点点的道 学了一点点的佛 他什么都不顾一切了 现在我家里乱超超了 他也没办法他去问他那好几位师傅 连师傅也乱七八糟 甘苦多苦啊 你还问谁 所以我们同修啊 我们话不要讲得太早 你讲太早了 有时候你会 弄不好 后来我就先叫他说 你在这门上 门上面 按一个镜子 按一个圆脸的镜子 它30公温 中正贴了一个圆脸的 红纸 这些红纸呢 按在这里选初一十五的中午 把这个调刷杀 调到后面来 那你家里就 稳定下来了 所以他老婆 非常感恩老祖 帮他忙 我现在你心里还在想说 有没有笑啦 是啊 我有这么想 有没有笑 你先做了再讲 我现在回去咯 选一个初一十五的中午 十一点 给他安静着 才渐静的稳下来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的 解决方法 我们社会上好多好多的人的房子 前面碰到屋角 碰到各种各种的电杆 纪念碑 灯塔 屋籍 这个都是煞气 我们怎么样来 趋吉毕凶呢 所以我们要很谦卑的 来请人 来帮你忙 不要 照口业 到时候 有苦可以受 还是你自己 各位先是要注意 各位微信心事 各位双三知识 修心修口 两灵 是本微信圣教 我们的三宝 曾经我有我们的同修 他说 我们来学艺经 艺经学好了 风水学好了 没有多少可以学 那以后要干什么呢 不像其他的宗教 有经可以练 我告诉你 你没有弄清楚 艺经风水是建立 每一个人家庭和谐 的基础 和平安的基础 以及事业 平安的基础 若是 你事业不平安 你要修什么法 还是修不了啊 所以本微信圣教 是按各位 不安的事业 和家庭 或者思想理念 观念 然后 修口 用口 时时扣扣 来讲有利益 他人的话 用口 来维持 一个家庭的和谐 用口来传道 用口 来做各种 你所需要的公益事业 这个到老了 你还是用不完 就是要修口 所以我们这些地址 修复让我懂 当今没有哪一个法 像维新圣教这么完完全全的 安顿民心 安顿各位每个人的家庭 事业安定了 你再回过来 做各种公益事业 所以我们弟子 扣了三个头 感恩老祖 他终于误了 修口 修心 两龄 是一辈子的事情 学习一间风水 在你需要 一时之间 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上圣庙法 所以我们为入门前 不要乱讲话 往往我们做事业 不顺利都是我们乱讲话 而造成的 自己的立场 也是我们的 妄语来批评 他人的是非 让人家不敢亲近你 我们一位老信徒 做了一个加工厂 生意很好 他讲话很喜欢亲切公共的 有一天来到宣伙市 隔壁 好几位在问事情 在等 轮到他来问我 他说 师傅 请问你 我的生意为什么那么好 我做的也普通而已 价钱也没有比别人便宜 我生意怎么那么好 我说 说 做生理的福报 你的主得留下来 给你的福 你 生意好 要感恩 要感恩 感恩 给你 生意做的人 要感恩 我为什么要感恩 我能赚到钱 是我的本领啊 我说你不要搞错 收尾上的人 这个是大众的缺点 什么人 你都不宁 你不知感恩 不知报恩 那你还会有未来吗 所以 我也就没有理他 我还有很多人在排 我说人 生意好 要感恩 要赚恩 感恩 要报恩 生意不好 要反省 要忏悔 一旦生意有了 要洗缘 要珍惜这个缘分 所以 这个先生 回去了 过了一个多月 又来了 来了 开始 明朗浅春春 老师 老师 我怎么拜老祖 一拜 不拜就 没有事 一拜 我的生意 几乎快断了 为什么这样 你去抽个签 我们那个有签 你去抽个签 刚好说天水送卦 天水送 那你的口头 口业 口头不好 所以 你讲话乱讲 上次你来 你说 讲那些话 不知感恩 还是妄于 我相信 我那么多信徒 有的做你的 加工厂 所以 他才想到说 那天 他看到一位 好像他的 客人 那客人听他这样讲 就出去了 我说百姿百姓 那一位客人 你所做的生意 是他的 给你的 结果你这样 人家回去就断掉了 所以各位同学们 隔墙有耳 我们人与人之间 一定要感恩 人与人之间 一定要席源 不要自己 过高 后来 这位信徒 一拖拖了三四年 都没有生意 后来就关门了 这个是妄于批评 乱讲话 人家给你生意做了 你还在笑他们 不知感恩 不知恩 不报恩 那反而自以为是 这是人的缺点 所以大家要 修口啊 这次台湾一面 应不成功妙一生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失望三知识 世间的万华 太多太多了 妙不可言 我们不要 随随便便 用各种的个人 的见解来批评 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一位老信徒 很久了 在民国 七十五六年 我还在经修院 这一位老信徒 他对人是很好 他对人 百般的客气 但是有一天 他的邻居啊 一位 在习习派党股下 这一位 阿七跟我们这位信徒 不知道要借什么事情 我们这位信徒 本来也很客气啊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 情绪不好 那一位信徒 那一位信徒 隔壁那一位 脱落了一台的 漏售 废弃物 要他就跟他借什么东西 他没有借他 人家很感恩的 谢谢 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个车子也坏了爆胎了 整个那个废弃物 滑到他的家门口来 开始就吵架 这个信徒 我说你 人家就倒了 你可以话可以一起帮他捡回去嘛 你为什么 有理讲不清 没有那样 你原来来拜老祖 都雅亮很好啊 你怎么会这样 我不晓得啊 我看了就生气啊 我气得花抖啊 我就跟他吵 我们隔壁那一个人 他车子丢了 就不理了 就走了 把那一个 废弃物的车子 堆在门口三天 哦 坐三天呢 家里乱糟糟 要臭 又怎么样 那个人又找不到 所以他跑到五街来 求老祖 能够帮忙找找那一个人 来把这个拖走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人处事 的问题啊 我们做人处事 夺到人就却到人嘛 能帮人忙 我们就尽量帮嘛 帮不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嘛 我们大家都是要相互互相来尊重的嘛 所以 这位信徒呢 跟老祖忏悔啊 说他一生修行 一向都对人 很和气 为什么会这样 他忏悔 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那天回去 那一位人 就来拖走了 所以这一点呢 又来 这一位先生 来跟我报话 或我讲这一些问题 他忍得无名 忍得一死之气 饱百年生 若是忍不下来 不讲话就好了嘛 所以我把这个事情 我告诉我们有缘的信徒们 我们人在世间上 什么时候 业力献钱 一献钱的时候 你全盘都崩盘 尤其我们做生意的人 爱人人好 人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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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不会碰到一些魔考 到时候呢 跑不掉 这一点呢 在这里勉励我们所有的违心 闲事 失望散诸师们 修口业 你批评人家 要注意我们也是会很多被批评的 我也被批评了三十几年来 现在还在批评的还不少 我感恩你们的批评 你们的批评我听到了 我错了我改进 我会修正 你们批评我没有听到了 你们可以用写信给我 我会感恩你们 我会改进 人来世间上 就是要借过种的因缘 来修行 来学习 做到完整 做到完美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课题啊 所以 我们注意妄议批评 你不要乱讲风水是外道 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漏售车 丢在门前 它不开走 让整个家里凑了两三天 那就是风水嘛 那一位先生 对于 这一位先生 后来 他还用很诚恳的心 来向这位漏售车的人 说道歉 让他误了 这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过程 所以这位信徒 到五街来 跟我说 老师啊 我们的教育 不是只有老师 在学校里面的教育 也不是只有家庭的教育 而是 这个 受贿的 随时都在教育 要去误 你误了 我们的教育 随时都在教育 所以希望各位维心 闲事同修 注意 随时要去领悟 以悟引悟啊 祝福各位 这次台湾以悟 应不成功妙一生 各位微信 闲事 各位时光 散知识 俗话说 饭好吃 话难讲 这是千尊万确 你要赞叹一个人 你要了解这个人 他的优点在哪里 你不了解他的优点 你随便说说 你以为这样 他是在说好话 赞叹他的 事实上 这要在伤害 你以他的感情 夫妻也一样 讲话也很难讲 父子 父子 父女 也很难讲 母子 母女 也很难讲 虽然父子 子女 是我们生的 但是 讲话 还是要相互的尊重 不要随便的批评 太多的批评 会造成伤害 母子 母女 父子 父女 全家的感情 还有夫妻 的讲话 与其亏不讲 你要赞叹 要赞美 也要看 场所 所以来世间 话是最难讲 王产老祖 才叫我们要修口 我们口不修 很容易会批评 一句话 很容易就 妄语会批评 常见有一位先生 他是学习他的宗教的 他陪着他的 好朋友到学卧室来 他就对风水不以为然 他就开始在讲一些风凉话 对风水就用风水 他说话方式的来批评 我说先生 你的批评 我知道了 你的批评 我了解了 但是你要给我方向 我怎么样才对 你这样讲一讲 不负责任 我没有办法改进 对你以后 也是还是会有烦恼 我说你的朋友他家 钱那么都守不住 家里的厨房 走为柜柿 水沟 一条水沟排来 流来流去 贪心 贪心 皇子你把赵 移到外面去 移到外面来 刚好在水沟的上面 财来财去 左边借手 右手出去 右边借钱 左边出去 家里多少有钱 鬼都知道 所以 人都是这么的糊涂 无知 情有可言 有的不信邪 以为这样 土地是我的 我才不信那个 刚好他那位朋友 我跟他训我一顿 我说对不起 你家里的灶也是在 瓦斯炉 也在水锅上 对不对 对啦 我的家的水锅 比我朋友还大 我家里常常破财 莫名其妙破财 那你不是有修吗 在学到吗 你应该了解到 可以请教你的师傅嘛 所以这一位先生呢 也蛮有学问的人啊 马上回过头来 抱歉 我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 今天我来受教了 所以啊 你妄于批评 风水是外道 我告诉你 你不懂才是外道 你懂得 风水是天理 是真理 风水是天理 你违背了天理 你违背了天理 逆天逆亡 你顺着风水 逆仓 所以逆天逆亡 顺天逆仓的道理 又曾经一位老信徒 把他来学风水 我告诉他 你家里的事情要 那你要怎么排啊 怎么排 没有多久了 他又去 搞什么教会 他就回来 把他 原来手排的事情 全部把他 回归原来 之后呢 一两个月了 孩子很凶 每次回来 砸东西 每次回来家 就是吵架 哦 这位信徒来 他就很烦恼 他来说 老叔啊 我的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原来 我叫你 放里面的布置 改一下 祖先神律该拜 还是要很虔诚的拜 不是啦 我的朋友 带了一位 某某人来 把我的祖先牌位 拿去破掉了 放水流了 你真的不笑 所以你就没有 祖先的观念了 你孩子回来 还有你的观念 所以祖先依赴孩子 身上教训你 你知道吗 对啊 我破掉了 那个小孩不回来了 一个礼拜 孩子不回来 一回来就吵 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 不要随便去改变 人家的宗教信仰 我说你还是回去好好把 原来祖先牌位 供好 那你只能 保平安 所以啊 我们各位维心 贤士同修 不要改变人家的宗教信仰 否则的话 因果 我们没有办法去承担 这次我们一再强调了 所以我们不要妄语批评 这样的话会坏了 社会的和谐 大家要注意 祝福各位